诶 诚哥 您肯定是本地的吧 我看人可准了 你能听出我有口音吗 没有吧 我东北的 年纪不大呀 就离家了 前些年我可待过不少地方了 可我就是喜欢小海 根本不说过 只要我不开吹哟 我就到处转去呀 那御园 入家嘴 成后妙 在你们毕业之前 还有更多观摩和实践的机会 如果到老内的时候 你们还是决心 留在殡仪这行 我希望你们记得 我们越坦诚 家属反而越行案 你说人这一辈子 他经不起气琢磨 还不如走一步 看一步 行 行 等一下 对我来说 第一别无外乎两种 生理 或是死别 曾经我以为 事先最难耗的 是死别 可是当我在几分钟内 把一场生离 变成了死别 我忽然意识到 生离 也许才是更可怕的事 所以庄姐 我不想再强诊了 现在的我 不希望你以任何的行事 从我的世界显示 你没事吧 这就是杨梁 你太大车我刚小车 它哪谁容易啊 你可那小车 师傅 我没事了 没事 对不起对不起 我特别家里伤我 伤得想 哎呦我严导 哎呦我严导 哎呦我忍这位子呀 是真精气气多么呀 你是真不知道明天跟意外 哪个人来呀 哪个人来呀 这车站 哎呦 啊 好 现在马上去车站 谢谢 行行 你要不然先接个电话 一直震着 你找我 张晴 你在哪儿 正要回南米欧去找你 张晟 我是说 在上海站等着我 对 走 好 我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巧啊 在这儿见到了你 五强 我就是专门来找人 那也没见过 这么多人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哪儿不重要 从现在开始 我的世界只分为 有你的地方 我没有你的地方 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家里 我懂 从今往后 我们不是忘了听 只论分量了 我在殡仪大赛做评委时 常用来收尾的一段话 是从书上看到的 很多人认为的开悟 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能从容地面对死亡 但其实真正的开悟 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能从容地活着 要不换这组 出门大吉行红运 敬宅平安照复兴 这个也不错 地利人和开腹路 震通石顺 屁才员 姐 你全网上抄了 我爸这人都搞原创 咱家人一代不如一代了 谁有那本事啊 那横批写什么 这网站上没有横批 何童谣 你都快升中学了 编个横批总行 我同学他问家 写的是五福临门 就这这吧 四个字你也抄啊 我倒想编着学业进步 为自己添堵 拜托 你们赶紧订一个 我都写费那么多了 累啥小子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你送给我的那些什么没有中国字的评评挂画强太多了 你可真是的 怎么诚外道一来 我们三个就不在您眼里了是吧 可真是远的相近的臭 哥 今时不同往日了啊 咱这个农历年全家加上俩爸 肯定都会特别特别开心 那是 冬哥就是咱们家的福星了 嗯 说得对 新年快乐 美图姐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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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得多喝几杯啊 谁也别拦着我 您敞开了喝 有我呢 冬生的虾做得绝了 嗯 这鱼做的味儿也正 比西夏姐做得都好吃 是 嗯 早就说过你有心机 果然没委屈你 这眼看地尾都要碾压我了 各凭本事呗 是啊